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是为了奶奶 就算是为了小五哥 我也应该去见他一面 请坐吧 咖啡我已经点好了 怎么 有什么事 非要见我来了 我是有事要找你 别吓唐哥 你已经离开了营家 还在叫我为吓唐哥吗 因为你是浩东的唐哥 我也可以叫你唐哥 你跟浩东的关系很亲密吗 什么事 有话直说 今天的事跟浩东没有关系 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在多管闲事 什么事啊 昨天我和浩东看见你了 在一家西餐厅的马路对面 你带着一个女孩子 开车离开了 而且这个女孩我们还认识 因为她是别人的未婚妻 是小五的未婚妻 浩东说 他还见你带她回过公寓 对吗 这是浩东告诉你的 是啊 浩东现在除了叶游坛的死因之外 其他的事情都记清楚了 他说那个时候你还没有订婚 所以恋爱是正常的 可是据我所知 你现在已经订婚了吧 你这么做不是害人害己吗 当然了 我说这话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希望提醒你 你应该做一个秤职的未婚妇 不要再伤害珊珊了 你把小五的未婚妻还给她 在大家都还没有知道 这件事情之前 你赶快和那个女孩了结了 这样 我和浩东 也会替你保守这个秘密 我能知道你是怎么认识 叫小五那个人吗 因为小五奶奶 就是我闲暇时照顾的老人 我是为了她来的 你知道她有多么希望 看见她的孙子和小影结婚吗 我在她们家还见过她的照片 我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事情会是这样的 我就不明白了 你当初 你要是和她是真爱的话 你为什么会和别人订婚呢 你要这样 我和浩东也会祝福你啊 好了 别说了 我拜托你和浩东 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不要再让第三个人知道好吗 我会和她分手的 因为一直以来 周全在她和珊珊之间 我也很累 谢谢你能跟我说这些话 这次我领你和浩东的一份情 这不是领不领情 我是希望你不要再伤害 更多无辜的人 那个叫小影的女人 对于你来说可能不重要 但是对于小五和奶奶来说 那也很重要 如果你还不悬崖勒马的话 在伤害小五全家的同时 你也是在伤害你自己 我想珊珊知道后 她不会放过你的 好了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我要走了 这两杯咖啡 我已经付过钱了 我真的希望你再好好想想 没加糖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